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聊前苏联赚景赚到的地狱之鹰 首先在节目开始之前,我给大家抛出一个问题 大家认为,人类有史以来在哪一个阶段出现的神秘现象最多? 我想,有一部分观众可能把时间调回到美苏两国冷战的那一段时间 没错,恭喜你回答正确 我们今天要聊的话题,就是在当年美苏冷战期间背景下发生的事件 在上个世纪60年代以后,美苏两国可以说是尽自己最大的能力来相互对抗 争取国际上的主动权 不管是在军事领域,还是其他领域,谁都不肯给谁让步 先是探测月亮,然后逐渐地探测火星 美国搞出原子弹,苏联想办法就造出更先进的武器 在相互攀比期间,似乎整个地球都不够他们折腾的 这不,他们之间挤兑,可给我们这些吃瓜群众看了一个热闹 留下了一段段离奇而又神秘的故事 当然了,后期的老百姓也不分青红皂白,也不分事件的真假 只要自己觉得有意思的故事,就广泛地流传 并且给你添油加醋,进行各种各样的文学加工 到现在为止,有许多事件都已经成了科学界的未解之谜 说到钻井,其实它并不是人类一项特殊活动 而苏联钻井之所以被人们广泛地流传 这还要从网上播放量极高的一段音频说起 它被称作是一段来自地狱的声音 这段音频里似乎可以清晰地听到有许多人嚎笑的声音 我们先不去考虑它的真假,或者是这一段视频到底是出自什么地方 接着往下聊,来看一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为什么当初那么多人相信苏联真的发现了地狱 并且打开了地狱之门 其实说到故事开始,也并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科幻 事情的诱因还要从美苏冷战60年代发生的一些事情说起 当年美国在月球探测上要领先苏联一部分 并且在月球探测之后 美国政府又提出要进行海底钻井计划 大家想一想,苏联本来和美国的国力不相上下 这么一折腾的话 美国似乎在国际地位上要占据上风的优势 底下的那些马仔小国家也都一窝蜂似的朝美国拥去 一向被车位是战斗民族的苏联可是被啪啪打了脸 怎么能受得了这种侮辱 于是苏联民族发愤图强 你不是喜欢研究天上的月亮吗 那我就给你挖一个地下的大坑让你瞧一瞧 二话不说,立马组织了一万多人参与到整个钻井计划中 其实当时的苏联也并没有任何目标 他们具体挖多深,钻出来的井到底要干什么用 这些全都是一个未知数 说白了,他们组织了这么一个巨大的活动 最开始的目的也是最单纯的争一口气而已 这一钻就是长达二十年之久 克拉超深钻总深度一共一万两千两百六十二米 在这里跟大家解释一个事情 就是在最后苏联进行停工风景的时候 井口的盖子上面写的深度是一万两千两百二十六米 这个数字是错误的 我查了一下资料 真实的深度的确是一万两千两百六十二米 直到现在也没有哪一个国家钻井的深度可以超越苏联 所以也被称为是当今世界最深的超深口 大家自己想一想 苏联到底是因为什么才导致了经历二十年之久的钻井最后放弃了 若不是真的发现了什么不可告人的 或者是什么恐怖的事情 那么他们为什么要放弃计划呢 仔细考虑 在钻井的这么长一段时间以来 苏联经历了太多的事情 甚至于到最后苏联解体 这项计划都没有终止 而为什么在俄罗斯接手以后 却停止了项目 那个时候已经是一九九四年了 他们项目负责人对外宣称说 这个项目太费钱了 然后我就停了工 但是据我所知 这个项目在一九八三年的时候 就已经达到了一万两千米的深度 剩余的二百六十二米 是在一九八三年到一九九三年完成的 花了十年的时间 钻井的深度还不到三百米 难道真的是苏联的科技差吗 到了一万两千米之下的地方 就不能完成任务了吗 其实当年苏联的国力并不比美国差 甚至于在某些领域 要超越美国领先世界 大家想想 在当时的那个年代 能把空间站发到太空的国家 会是科技差的原因吗 以我个人来看的话 我觉得应该不是这方面的原因 为了这个项目 苏联成立了16个严新实验室 并且由政府部门的人员 亲自到现场监督工作 可谓是丝毫不敢怠慢 这样来分析的话 在钻井的整个过程中 应该不会出现消极代工的情况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分析的话 我觉得应该更加可以否定 官方说的经费不足的说辞 要知道当年苏联攥仅算到9500米的时候 就发现了含金量极高的金矿 大约每吨的含金量高达80克之余 我们都知道 在地表的金矿中 如果挖到的金矿 含量超过10克每吨 就可以让矿长笑得合不拢嘴 各种原因都分析过了 于是人们就把俄罗斯停工的原因 归结到了恐怖灵异的现象 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另一段 不可思议的 令人毛骨悚然的音频 当这段音频的哀号声和尖叫声 被拨出来以后 许多科学家表示 无法用科学来解释 当时这个事件流传开的时候 一家丰兰报社报道出这样一则消息 说是一位名叫阿萨科夫的苏联时期的地质学家 向他们介绍说 自己作为一名科学家 本不应该相信这件事情的闹剧 但是作为一名正在现场执行计划的一员 他又不能确定自己看到的一切 因为在听到了那个声音之后 还发生了一件特别离奇 又让人害怕的事情 他也相信 那天发生的所有一切都不是幻觉 而这位博士还发誓说 他们打开的的确就是地狱之门 说到这里 在那一天 这位博士到底经历了什么 难道真的仅仅就是一段毛骨悚然的音频 就让这位唯物主义者的博士 发生了世界观的改变吗 说到对地下世界的探索难度 其实要远远高于对宇宙太空的探索 因为人类已经登上月球 对火星进行探索的时候 地下挖井才不过三千米而已 就连苏联此次探索也是困难重重 一会儿钻头融化了 一会儿钻头打碎了掉落了 当他们钻到最后几十米的时候 现场的工作人员 往井里放了一个耐高温的话筒 紧接着就是录到了刚才那段 哀嚎的音频 伴随音频之际 从井口飞出来一只 从来都没有见过的怪兽 据现场的目击者介绍说 这头怪兽轻蔑獠牙 长着一对翅膀 并且可以急速地飞翔 简直就是恐怖小说里的恶魔一样 这听者似乎有些科幻色彩 如果没有亲眼看到的话 自然也不会相信 但是我们从克拉申井 被封的盖子来分析的话 似乎也并不像他们所说的那样恐怖 从图片来看的话 这口井的直径并不大 并且它的盖子也并不像网络上流传的那样 有20吨重的样子 如果有怪物可以飞出来的话 那么除非这只怪物可以进行缩骨 就这种井和这种盖子 在油田区随处可见 所以我本人觉得这个故事非常有可能是现场的那些工作人员编造的谎言 或者是现场的工作人员并没有说过这样的话 而是民间流传的文学加工 如果真的有怪兽的话 那为什么当年没有留下视频证据 另外 钻井队完全可以在钻井的井底放一个微型摄像头到里面 因为在90年代的时候 人类的摄像技术已经足够完成这些任务 假如真的有这么可怕的事情 我想不只是苏联 放在任何一个国家都不会就这么草草的了事了 到了现代社会 在网上流传出许多辟谣的结论 说是那一段恐怖的音频和某部电影的音效极其相似 在这里我就不做出对比了 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 可以搜索一下那部电影的音效 来和今天我们听到的音频对比一下 据阿萨科夫博士说 当钻头钻到将近一万三千米的时候 整个机器剧烈抖动 并且温度计显示的温度达到了一千度以上 钻头收上来的时候 井口的确由高温气体喷出 我个人感觉 当年的俄罗斯的确发现了地下的另外一个世界 但是这个世界到底是什么样子 我们并不知道 也许它是一个布满岩浆的世界 或是一个没有任何障碍物的世界 相信随着科学的进步 人类一定会揭开地球内部的所有谜团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会